我們在草屯的菜式釀酒場 然後我們在他的博物館裡面喔 派大家來進去看看博物館有什麼 是...它裡面是不是就超棒的 首先我們會看到就是這個碧魚 然後上面有一些就是簡單的漫畫 之後呢我們會看到就是 有關這個啤酒場的介紹 好 然後看這樣這個這本書 居然是裡面是拼圖了 拿給大家看 這是拼圖喔 好 然後裝飾也就是做得非常的精緻 在這邊的話就是有關啤酒的原料 然後這邊可以接出一些像是 這個是什麼淡色愛爾蘭麥芽的部分 可能對焦有點不清楚 然後加上這邊有很多就是可愛的小圖 來介紹一下生產就是啤酒的釀造過程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吉祥物啦 現在在這邊然後等大家就是一起來這邊跟大家品酒 然後還有可愛的獅子 最喜歡的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博物館裡面很細緻的這個部分 就是它有所有啤酒的釀造過程從年脈 然後到 嗯 唐化啊 然後還有其他的部分都做得非常精緻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了解說什麼是釀造的部分 所以泰式酒廠這邊介紹的非常的詳盡 這邊是觀光工廠所以路緣要100塊 然後可是可以那個摺底消費50塊 大家有空的話要記得來這邊然後 喝個啤酒啊 吃個小東西啊 了解一下就是 酒的文化這樣子真的很不錯喔 推薦給大家